利用那個Json Converter 把那個PM2.5的這個Json資料轉換為Excel 就是在這裡 程式碼在第12頁的地方 就這一段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找的話 第三個步驟 就是插入一個模組 要把這一段貼上去就OK了 那實際上這個地方應該可以區分成 應該算是先把資料抓下來 Json的原始碼 然後再利用那個 這個什麼呢 Json Converter裡面的這個方法 把它解析啦 大概就這樣子 那解析裡面的話呢 它有一個原理原則 如果我說呢 假如它的那個資料 它原始資料裡面 有沒有 它的物件 假設它 這個假設這個地方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物件假設是大瓜糊的話 那大瓜糊的話就會有Key 需要給它 OK 所以要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那個程式碼 我們這個程式裡面的話呢 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會給一個 Json的物件 後面加上一個瓜糊 叫做Vcos 那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當你的這個資料 它外面是一個大瓜糊 而你要取得的就是它裡面的這一層資料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瓜糊 裡面的話就帶這個名稱給它 就把它帶到這邊來 它就知道說 原來你要抓的是這78個資料 所以這個是一個Key 所以Key的話有點像是它的頭 你把這個頭抓到了 以下的東西就可以全部把它全部截取 那如果裡面假設有一個是78筆 因為如果是一筆的話 你直接抓就好 可是如果你有78筆的話 那你可能要跑一個回圈 一般是for each的方式 把裡面的item 裡面的項目 這個名稱也是自己去item 一個一個把它取出來 那後面的話再對照一下 就剛剛提到的 這展開來有沒有 這邊就再展開 裡面還是一個大瓜糊 所以如果裡面還是大瓜糊的話呢 那在item後面的話 一樣再給個小瓜糊 那裡面跟它講它的Key是什麼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全部都抓回來了 OK 大概是這樣喔 所以以後的流程差不多都固定了 所以剛剛已經匯入了這個模組 還有就是說你工具也引用了 所以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後面不用再做了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拿這個範例 拿來去下載練習一下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 你們練習的話可以抓這個 這個叫範例練習 在第11頁上面這邊 這個網址就這個 然後你把它點開來 那你可以看到 他首先第一個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抓這個資料 那你可以看到 他外面是中瓜糊 所以頭在這邊 尾巴一定是在最下面 尾巴在這裡 OK 頭尾嘛 然後這個 等於如果是中瓜糊 就沒有 沒有那個 所謂的Key 就沒有藍位名字 沒關係 如果沒有藍位名字 你不需要 那如果裡面你會發現 再下一層的話 他是一個大瓜糊 然後裡面的話 就是有這些欄位名稱 ID Name Username 跟什麼 Email 等等的這些 假設 我如果不用太貪心 我只希望抓取 裡面的前四個欄位資料 底下不要好了 我底下可以等一下再練習 當然第一個 如果遇到這個 如果假設你不會解析 沒關係 Ctrl A 有沒有 Ctrl C 你可以直接拿到 Json Editor 先切到Test 有沒有 然後把我的習慣 Ctrl A Ctrl V 然後再切到Tree 好 那一樣 把這個 樹狀結構關起來 那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物件 裡面有10個Item 那10個Item的話 我如果假設要一個解析的話 那你把它展開 我最外面這一層 其實沒有名稱 所以沒有名稱的話 將來你解析的時候 也不需要給名稱 不需要給名稱 如果裡面有名稱的話 像這個有名稱 那你就給名稱 所以如果我今天 需求是希望抓他 前四個欄位就好了 ID Name跟UserName跟Email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步驟 如果要解析 那當然 你可以直接拿 剛剛寫好的這一支程式 拿來當範本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那怎麼拿來當範本 第一個 如果你要抓 當然我就直接 把他另外再開一個工作表 那我希望呢 把那個前四個欄位 放到這邊來 第一個欄位就ID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 第一個欄位就ID 第二個欄位就Name 第三個欄是UserName 然後Email 所以有四個欄位就好了 那怎麼抓呢 那第一個 當然你可以直接拿 剛剛這一段程式當範本 所以你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名稱後改一下 不能一樣 所以把底線Record拿掉 叫ExcelJson好了 就是把Json的資料放到Excel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說呢 我們的Email 那個啦 網址不一樣 所以把這個網址改一下 網址的話呢 就改到剛剛的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過來一下 OK 所以喔 拿剛剛的 所以啊 剛剛寫的那個程式 其實拿來要範本 其實也蠻OK的 所以啊 網址改了 好 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 它也會得到這個原始碼 放在哪裡 放在ResponseTest裡面 那我們要解析 那把這個當成是一個物件 所以物件名稱就Json 那當然呢 我們只要四個欄位名稱 哪四個 就ID有沒有 然後這個啦 所以拖欄一下 我的習慣是直接把它複製 貼到這邊改好了 這樣會比較 把它貼到這邊來 然後呢 第一個 A1的話 就是第一欄名稱 那我就直接叫ID 所以我把它拖拉過來這邊 然後第二個欄位 這個Name 然後第三個欄位 其實就是到 後面的資料不用 因為我們只是前面欄位名稱 然後第四個欄位 E-mail OK 那當然沒有第五個啦 所以這個1就delete了掉 好 四個欄位 這個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有沒有 所以欄位名稱有了 好 那第一步完成了 有沒有 四個欄位名稱 第二步的話呢 我要把這裡面的所有資料 通通都放到我們的E-cell的話 那我前面講過 for each item in Jason 那因為前面的那個 它是大瓜糊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因為它是中瓜糊 所以不需要給 瓜糊裡面的名稱 所以如果需要瓜糊的時候 通常就是 它是一個大瓜糊 才會需要 小瓜糊裡面給一個名稱 就是它的key 所以把它delete掉就OK了 如果把它delete掉的話 那它抓到的就是 這一整個資料 從這邊一直到尾巴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往下 因為我們只有四個欄位 所以就是A到D就可以了 然後名稱 其實名稱一樣嘛 就是把這個ID 把它放到這邊來 所以一樣一個蘿蔔一個坑 這個是抓這個 那為什麼需要有瓜糊 因為它這個是大瓜糊 有沒有看到 所以裡面這一層 它是有key 所以把key抓過來 那這個的話就是name 然後這邊的話就username 這邊的話就email 好這樣應該OK的 完工了 所以如果假設 我要把剛剛的這個範例 改成抓那個就是範例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它的網址 把它貼過來 這個程式貼過來 然後第一個改網址 第二個的話就是改它的欄位名稱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就是把它這個名稱 有沒有分別改動一下 那主要是看一下這個資料結構 資料結構OK之後 那理論上應該就OK 你說前面前面那個什麼接生computer 跟那個什麼設定引用項目 那個不用了 因為已經做過了 做一次就好了 所以這個有了嘛 這個的話設定引用項目 這邊也有了 所以你是要不要把它打勾取消 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run一下 所以其實 再來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它一樣就可以把上面的這些資料 通通把它抓下來了 OK 不過目前我們好像只有抓那個 總共有四個欄位 那當然它目前有幾個欄位 其實也不只它 它這邊好像後面還有很多 而且它這個還蠻妙的就是說 這個key address有沒有 它裡面還有一個大瓜湖 所以你會發現大瓜湖裡面呢 還有大瓜湖 而且它的大瓜 address裡面還包含 它3 它哪一條街 哇 這什麼 是它的哪一個什麼 哪一個 城區 這城市嘛 然後它的區 那個什麼 郵遞區號嘛 這個是應該是它的經緯度啦 GPS的經緯度 所以如果假設 我要抓的是這個address裡面的假設 我要抓它的哪個 street好了 OK 所以你說老師 如果我要再多一個欄位 phone比較簡單 phone的話 因為它這個 再加這個 但是address就比較麻煩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再多一個欄位 比如說第四個欄位的話 那你大概一樣 上面 第五個欄位 那你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第五個欄位名稱 比如說我希望 請你再幫我加一個 E1 然後它這個是什麼 它的address好了 那我希望它address裡面 street就可以了 address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再試試看 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再多一個欄位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按照片 yers